CNN也说 大陆正在偷偷的对俄罗斯施压 有吗 做看卢布贬值 坐拥900亿美元的人民币的储备 然后不愿意在这个部分 不愿意答应俄罗斯的请求 还有禁止飞机零件的出货 包括冻结基础建设的投资 有这样吗 还是说这边纯粹是分化 但是无论如何 是不是在这个人民币储备的部分 这个它的比例数字跟越来越高 让美国产生了警决心 在这一波的战争当中 一定要把中国大陆拉进来 对 这里面就要看 我认为的这个所谓的大国的逻辑 大国危机 逻辑 大国的逻辑 大国的逻辑 这个有几个例子我可以说一下 你像在1949年的时候 那时候中共准备要过江 那苏联就说了 你别过江 你就在北边 南边给国民党 这样子的话 你们话将而至 你们相互抵制 相互抵制的话 我苏联高水无忧 他害怕一个强大的中国 如果真的崛起的话 那他第一个受害 美国一样的 美国以前支持中华民国 断交 然后开始支持中共 当然他有他的目的 然后他每次跟中共 有些什么样的协议的以后 他立刻来跟台湾 来做补偿 也就是大国的逻辑 就是脚踏两条船 希望你们的力量相互抵消 相互抵消以后 他就高枕无忧 现在这个情况 北京之所以 有点犹豫 他其实他现在的做法是什么 表达善意 谈判条件 没有动作 他立即是说 我同意 你们大家都应该 要坐下来谈 对不对 可是因为你们 欧洲也好 美国也好 你对我不好 你们通过一大堆法案 都是对我有害的 既然这样子的话 我为什么要这么样的投入 来帮你们解决问题 对不对 这样子的话 当然我们就必须要 把我们之间 比如说美国跟 中国跟美国 中国跟欧洲之间 你们有一些什么问题 你们要先谈好 谈好了以后 我再出来 否则的话 你想想看2009年 那个时候是欧债危机 对 那时候的中国胡锦涛 他担任一个什么角色 他是一个救火队 他到处去救火 去救那些欧洲五国 可是这次 为什么一直搞到现在 好像千呼万唤还不出来 我觉得这里头 还在谈条件 如果说条件谈好了 包括你这些 因为他现在 当然他也会受害的 因为现在美国也给他 很大的压力 像杨洁篪 像苏利文 他跟杨洁篪谈话的时候 他的调调很高了 他说你们怎么样怎么样 一定会有后果的 那是他事前跟事后的讲法 但是当时两个人 事前的讲法 对 但是有说 真正见面有这样子吗 他就不知道了 不管 那他事前先把这个话放出来 他的意思就是说 我软硬兼施 对不对 让你能够立即就范 他是这个做法 可是老公就说 好 你要叫我做可以 那你台湾问题你给我处理一下 那你台湾牌要不要继续打 那这样子的话你谈得聋吗 那就现在不知道了 可是看得出来 因为我们刚刚讲了 你像帛琉这个事 就表示美方现在还是心有忌惮 他觉得说我不能够打台湾牌 打成这个 让北京如果说哪天翻桌子了 那对我来讲 当然是有为蒙其力先受其害 所以说他现在让台湾 来吃下这个苦果 让台湾丧权辱国在所不惜 这个逻辑我觉得非常清楚的 所以我是觉得现在 因为是拜登要找习近平 先前我们讲过了 是德国法国要找习近平 欧盟也要找习近平 也要找中国 那所以现在等于说 整个西方世界都把中国 当成一个唯一的一个救世主 最好调人 最佳调人 对 最佳调人 那现在那就要看 你给我什么条件 等我条件砍好了 我当然会出来 为什么不出来 因为现在还有一个什么问题 你这个乌克兰 你栽后要不要重建 不栽后 栽后 你栽后要不要重建 重建也是一个很大的伤机 你这个东西 而且你又刚好是在 中国的一带一路的节点上面 这个对中国来讲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一方面俄罗斯 俄罗斯我觉得现在 他的负担也很重 他一天起码烧掉200亿美金 他的军费 一架飞机就多少钱 一架坦克就多少钱 如果说俄罗斯真的 如果陷入困境的话 你说这个东西 对中国有什么好处 绝对没有好处 所以说怎么看 从南看 从北看 从上 从下 中国都应该出来 能够来做一个核四老 然后你对欧洲 对世界的和平 都有重大贡献 你的国际地位 当然相对提升 你为什么不出来 当然里头还有很多条件 要谈 对不对 等到这些条件谈好了 或者说谈到了一个阶段以后 我觉得这个情况 可能就会有所改变了 海黄鲍鱼干贝XO酱 秘制独家配方 以十多道的严谨工序 将严选大干贝珍珠包 还有石斑鱼菲利来入酱 制作皇家品味的口感 您可以扫描QR Code 或是直接到快点购的网站 购买的话 记得要输入CTI567 这是蜡西的推荐奶麻